他本身在国内去香港来读神学 读神学经历了很多年 稍后他会讲多些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在下个星期他就会去到纽约长岛的宣导会 就跟当地的教会见面 如果一切顺利的时候 他就会在那里成为那里的国语的牧师 如果大家知道 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都特别为他祈祷 因为当日原本他打算飞的时候 谁知道去到机场才发觉 他又要再填过一份的表 结果他就搭不到那班机 要翌日才来到 当那天我接他的时候 他心情非常之不好 他说原本带的那些手信 都被人家充公了 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带着他来 不过我可以很肯定跟他讲 这个稀安山和西乃山的分别 你来到这个不是西乃山 你是来到石乃山 那我把时间交给张成 然后Janice会帮我们来到翻译 三孙的家人平安 平安 之所以我叫你们家人 从18岁开始 读上学开始 我都是知道我后面 是有一个三孙的大家庭 是支持我的 所以其中是经历了 很多怨悦的时刻 都知道你们的爱 是常常鼓励我 和我前行为主示范的道路 那时18岁当生 现在是有一个家庭 太太都和我一起读上学 那我的家人以前都不是上主的 是我多一个人 那现在整家人是上了主 都是知道这么多年来 都是见证了你们 如此的爱和支持 是让我们可以今天 站出来为主助攻 是中间是你们的爱 和信心的支持的 所以在这里是多谢你们 一致来是对我们 OK人 和我自己的大头和爱心的支持 所以都是特别 多谢王牧师 那么多年来 是梅养我 帮助我 让我可以成长到 那我都没讲话 我现在是 赞大了 除非我们建主那时 他说 我们是终身的贝人 我们可以说 我们赞大了 不过今天站在这里 是让你们 你们和我 是一起在主的面前 见证了 你们多年来 为了主的福音 去奔跑这么远的路程 是这样爱心的支持 一直不断的 这样继续去支持 那么求主以后都是 和你们可以一起同行 都是求主带领三孙 以后的路程 同样地去挨主 去奉行 去唱福音 这个我是有他效法的 还有跟随的 都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好啊 那我的广东话是这么多的了 不知道 在最后的餐历 都是有高点功课给你们 你知道我们 在那里生活了几年 都是你们的支持 多谢 我们回回来 今天的讲读 现在是转题了 我们先祷告 我们先祷告 主我们今天在这里 主我们今天在这里 一起欢聚 一起去欢聚 是一个圣宴 是一个圣年 是见证着你 是要见证你 在三宣 在三宣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一直为着你的福音而奔跑 一直为着你的福音而奔跑 而结的果子 所结的果子 并激励我们 继续地往前走 并激励我们 继续向前行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付出和摆上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付出和摆上 放在你手中的时候 放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就让它成为祝福 你就让它成为祝福 让它成为 你国度里面的荣耀 让它成为你国度里面的荣耀 主求你继续地带领我们 主求你继续拜领我们 赐福给我们 继续地让我们 跟随你的脚步 继续让我们 跟随你的脚步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战力敬拜你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站立敬拜你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奔跑不田息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奔跑不揭息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为着你国民的缘故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仍然为着你国度明的缘故 一起起来荣耀你的名 一起起来用荣耀你的名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洁的主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洁的主 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将宋赞归给你 将众赞归给你 将感谢归给你 将感谢归给你 你配得让我们一切摆上 你是配得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来跟随的主 你配得将我们生命摆上 跟随的主 愿圣灵再次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 让我们能够继续 站起来 站起来 见证你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灵名 阿们 今天的讲道呢 今天的讲道 是我和大家一起来领受 是我和大家一起来领受 在我们所处的世代当中 在我们所处的世代当中 如何去跟随主 如何跟随主 我知道刚才已经有弟兄姐妹听过了 我知道刚才有弟兄姐妹听过 如果你听过了 你可以祷告 如果你听过 你可以祷告 但不要低头闭目 但是没有低头闭眼 这样可以给我信心 可以给我信心 我希望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时候 可以跟随经文 或者上面的屏幕可以打开 让我们去跟随经文 可以去 让我们其中讲到哪里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一路跟随经文 那么刚才我们参加那首诗歌 也告诉我们很多信心的伟员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都告诉我们 很多信心的伟人 他们经过各种信仰的环境 他们经过各种信仰的环境 却是竞争着上帝真实的带领 去经历上帝真实的带领 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 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所告诉我们的 他们用生命去捍卫和竞争 他们用生命去捍卫和见证 去经历上帝 他的实在 去经历上帝的实在 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 是为鼓励那些在信仰环境当中 是告诉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 是鼓励在信仰环境当中 受到考验 受到考验 受到挑战 受到挑战 甚至有可能灰心 甚至有可能灰心 这样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 这样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 在十二章当中 在十二章当中 信仰中的挑战 信仰中的挑战 其实并非是对我们生命没有好处的 不是对我们生命没有好处的 对我来讲是有很多亲身的体会 对我来讲是有很多亲身的体会 在国内的环境常常使我们软弱 在国内的环境上 常使我们软弱 但你们也就是我的见证人 但是你就是我的见证人 让我可以度过各种软弱 仍然持守信仰的真实 让我度过不同的软弱 仍然持守信仰的真实 那么希伯来书同样在这里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同样在这里告诉我们 信仰的考验有几方面 信仰的考验有几方面 一是证明我们是上帝所爱的 一是证明我们上帝所爱的 因为他所爱的会管教我们 因为他所爱的会管教我们 另外一方面也不一定是管教 另外一方面不一定是管教 考验是为要让我们信仰成熟 以自己结果子 考验是让我们能够信仰成熟 以自己结果子 神从来没有认许过 信仰的人不会面对挑战的 神从来没有允许过信仰的人 不会面对挑战 我以前是住在乡下 我以前住在乡下 那我们家的瓦呢 我们家的房子 是用木结构和瓦 用木和瓦的 那个瓦呢 你知道本来是泥土 这个瓦本来是泥土 那个泥土呢 是有带张性的 这个泥土有张性的 那么这个要把那个泥土 做成一块一块的瓦 要将泥土变成一块一块的瓦 然后呢 用在火炉里烧几个月的时间 要在火炉里面烧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烧了几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瓦就变成 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 就会发现它好像石头一样坚硬 那么盖在房顶上呢 它可以抵御一切的风雨 可以抵御一切的风雨 可以管三百年的时间 可以经常百年的时间 那么如果你只是把那个泥土 做成的瓦 如果你只是将泥土变成瓦 不经过烧制呢 就搭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风吹以灵 就会发觉风吹的话 下雨的话 下雨的话 就成了一滩泥 就变成一堆泥了 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 我们的信仰一样 会经过考验的 但考验会让我们结果子 但考验让我们结果子 让我们可以在今人当中 让我们能够在经历当中 抵御一切环境的变化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苦难当中 是都不走我们的平安的 苦难当中 是夺不去我们的平安的 因为信他的人所得的 因为信他的人所得 是苦难和患难 是苦难和患难 考验 甚至是死亡 甚至是死亡 撒旦的权势 撒旦的权势 都不能夺取的 都不能夺取的 那不能振动的国度 不能振动的国度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神是通过警告来 提醒信靠的人 神是要透过警告来 告诉他信靠他的人 如何去面对信仰环境的变化 如何面对信仰环境的变化 考验一定会带来 很多信心的冲击 考验一定会带来 很多信心的冲击 怀疑上帝的爱 怀疑上帝的真实 甚至会获得世界的好处 甚至为了获得世界的好处 都可能放弃信仰 可能放弃信仰 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一节 到十一节这里就告诉我们 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 一至十一节就告诉我们 考验是神所许可的 证明我们是祂的儿子 证明我们是祂的儿子 也是为了让我们结出果子来 那么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该如何持续 在挑战当中去过信仰的生活呢 今天的经文 怎样告诉我们 在信仰当初 结出二的果子呢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去看 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 不要持续在软弱当中 以至于跌倒 不要持续在软弱当中 以至跌倒 这是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你告诉我们 这个是十二章十二至十四节 告诉我们 第二 不要为世俗的好处 而不忠于上帝 以至于丢弃自己尊贵的身份 这是第十五节到十七节 你告诉我们 第三 要明白我们所信的上帝和祂的作为 要明白我们所信的上帝和祂的作为 这是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你告诉我们 是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这三点 我们下面一起去看三点 第一 不要持续在软弱当中 以至于跌倒 第一 不要持续在软弱当中 以至跌倒 圣经在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你告诉我们 圣经在第十二章十二至十四节里面 告诉我们 要扫清信仰上面的障碍 要扫清信仰上面的障碍 并且将信仰活在人群当中 并且在信仰活在人群当中 这里神告诉我们 这里神告诉我们 用命令的语气 用命令的语气 告诉我们 这里有几个你们要的词语 这里有几个你们要的词语 那么十三节你看 十三节大家看到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那么十三节这里说 也要为自己的脚 十三节也都讲到 也要为自己的脚 然后这一切都是为 扫清信仰上的障碍 你一切都是为 要扫清信仰上的障碍 那么第十四节你告诉我们 十四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 并且要追求圣结 并且要追求圣结 因为非圣结没有人能见主 非圣结没有人能见主 你们发现要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发现要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都有需求 对吗 我们都有需求 当我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当我们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要去 希望用各种方式得到它 我们不停用不同的方法去得到它 你不可能随着说 我要什么就可以来 对吧 你不可能说我们要什么就可以来 要表明是一种主动性的追求 要表明一种主动性的追求 那么如何使 让下垂的手和发装的腿挺起来呢 怎么样可以让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呢 是来自于我们对上帝主动的追求 是来自于我们对上帝主动的追求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上帝所爱的 已经是他所造成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上帝所爱和被他造成的 并且也是他所救赎来的 并且他救赎的 那么今天这个身份 是要让我们如何活在 他的国度里面 今天这个身份 教我们如何活在他的国度里面 活在里面是主动性的追求 活在里面是主动性的要求 在诗篇当中 有很多的诗篇告诉我们 在诗篇当中 有很多诗篇告诉我们 诗人大位的祈祷 他告诉我们 他是如何要怎么样子 他告诉我们 他要怎么样做 他说在诗篇23篇说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诗篇23篇 讲到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这个要是同样的意思 这个要是同一个意思 我要告诉它是主动性的 我要告诉它是主动性的 这个主动性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这个主动性 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现状 我们基督徒最喜欢 夸奖的 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夸奖的呢 是我们的软弱 是我们的软弱 你们有没有夸奖软弱 你有没有夸奖软弱 就如保罗所说 用夸奖软弱 是一种轻卑的表现 因为保罗说 夸奖软弱是一种 谦卑的表现 但如果有时 我们只是夸奖软弱 还是停留在软弱里面 但如果我们夸奖软弱 并且停留在软弱 那个不是真的属灵 这个不是真的属灵 那是会影响我们跌倒 这个会影响我们跌倒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持续在软弱里面 我们持续在软弱里面 会跌倒的 所以决心不停留在软弱里面的时候 所以必须要决定 不停留在软弱的时候 就可以扭转我们生命的状况 就可以扭转生命的状况 我不知道今天你在面对 什么样的好状 我不知道今天 你面对什么的挑战 你要告诉自己说 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是上帝所爱的 他是我的依靠 他是我的依靠 我要起来依靠他 我要起来依靠他 这是主动性的要 这个是主动性的要 我在带领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在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 有一个去年刚刚信主的姊妹 有一个去年刚刚信主的姊妹 她是一个佛教徒 是一个佛教徒 非常清晨的佛教徒 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当时因为我在重庆侍奉的时候 当时我在重庆侍奉 我们师班需要人指挥 和带领我们练习 我们就请一个老师来帮我们 我们请一个老师来帮我们 因为他只是帮我们练习 因为他只是帮我们练习 但是他也因为 对我们有好感 所以愿意来帮我们 但是他也都对我们有好感 所以来帮我们 但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 那个时候他还未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 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 到前年的时候 在前年的时候 他信主了 他信主 他信主没有人带他 他信主没有人带他 他怎么信主的呢 他是怎么信主的呢 他问一切的问题 去找各个大师来问问题 他问不同的大师的问题 但是那些大师 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这些大师 都不能够解答 他觉得这个是不可信的 他觉得这个是不可信的 但是有一个圣诞节的时候 到有一个圣诞节 他收到一条关于 讲圣诞节的故事 他收到一条关于 圣诞节的故事 也因为曾经认识我们 也都因为曾经认识我们 他心里就说 他心里就说 这个才是他所寻找的 这个才是我所寻求的 所以他成了基督徒 所以他成为基督徒 他成了基督徒过后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成为基督徒之后 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 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络了 但是他告诉说 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告诉我 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当时我心里非常的兴奋 我心里面非常兴奋 但刚好神安排 那个时候我在重庆 神刚刚安排 那个时候我在重庆 所以我和太太就去 带他一起做绝治祷告 所以我和太太 一起去跟他做 决志的祈祷 他成为基督徒过后 他成为基督徒过后 他不是随随便便地 做基督徒 他不是随便地 做基督徒的 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追求 所以他不停地追求 不停地努力去了解 这个信仰讲什么 不断去努力 去理解这个信仰是什么 所以现在他成熟 成长非常的快 所以他非常成熟 成长非常的快 这就是因为 要的是主动性的追求 这个就是因为 他要主动性的追求 主动性的追求 就使我们成长 主动性的追求 就使我们成长 不然我们就停留在软弱里面 不然我们就会停留 在软弱里面 在这里让我们 通过这次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 透过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不要停留 在软弱里面 让我们不要停留 在软弱里面 要是我们主动性的去改变 依靠主来改变 要是主动性 依靠主的改变 但另外一方面 圣经又告诉我们 另一方面 圣经又说 不是我们干场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刚强就可以了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生命好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觉得自己生命好就可以了 他要让我们去活在人群当中 他要让我们活在人群当中 那么怎么样活在人群里面呢 怎样在人群里面活呢 圣经里面讲两个非常重要的 圣经里面讲两个非常重要的 要追求和睦 要追求和睦 另外一个是追求圣洁 另外要追求圣洁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你发现这个是铜板的两面 有时候我们追求和睦 却没有原则 有时候我们追求和睦 但没有原则 因为社会就要让我们更和睦 所以放弃自己的原则 因为社会要求我们更和睦 所以放弃原则 但有的时候我们 有原则 但是没有和睦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原则 但是没有和睦 这段时间香港 在经历很大的变化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 也关心那个地方 所发生的事情 我想我们很清楚 也关心这个地方发生的事 因为外面的压力 因为外面的压力 使得教会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使得教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观点 会导致整个教会分裂 会导致整个教会分裂 甚至是整个家庭都可能分裂 甚至家庭都会分裂 长辈和年轻人坐在一起 一谈到政治 一讲到政治 有的意见不一样 有的意见不一样 就开始拍台走人 教会也会面对这样的压力 教会也会面对同样的压力 我曾经听到一个温州的传道人 他们在面对拆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面对拆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们面对的压力 不是来自于外在的 而是教会内部的 因为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观点 拆还是不拆 拆还是不拆呢 是主动拆还是被动拆 主动拆还是被动拆 都会导致教会不同的分裂 都会导致教会不同的分裂 和睦是这个世界可求的恩典 是可求的恩典 是可求的恩典 可求恩典 没关系你们明白 辛苦他了因为没有在讲稿上 但是你会发现 撒旦最大的攻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分裂 家庭分裂 家庭的分裂 教会分裂 教会的分裂 社会撕裂 社会的撕裂 你会发现 撒旦最大的攻击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会发现 撒旦最大的攻击是在社会当中 就是用分裂 就是用分裂 但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和睦 但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和睦 但是和睦 有时候我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但是和睦 有时候我们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 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 他和他的朋友关系非常的好 和他的朋友关系很好 但是他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 但是他的朋友都是未信主的 他说我要得罪他们 他说我要得罪他们 所以我要跟他一样 所以我要和他们一样 他怎么样子呢 他怎么样呢 他朋友们都是一群酒鬼 他朋友们都是酒鬼 所以酒鬼和酒鬼 你不能够让他们清白 所以那个弟兄就常常和他们喝酒 这个弟兄就常常和他们喝酒 喝喝喝就喝喝得满脸通红 就喝到满脸红蚀 对不起那是一个牧师 对不起这个是一个牧师 然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然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这就和那群他的朋友是和睦 这样就是和他的那群朋友和睦 但失去了圣洁 但是失去了圣洁 当我们失去圣洁的时候 不要渴望我们可以挽回世界 但是我们失去圣洁的时候 不要渴望我们能够挽回世界 今天我们基督信仰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一直让步让步让步 我们一直让步让步 我们为了和睦而让步 却没有圣洁 我们为了和睦而让步 却失去圣洁 但是我们没有圣洁的时候 也别想挽回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没有圣洁 也不要妄想可以挽回人的生命 那么今天基督徒有时会面临几种情况 那么基督徒有时会面临几种的情况 第一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 所有人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 第一是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 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 那么另一种是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另一种是生活圈子里面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但是敬而远之 但是敬而远之 因为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圣洁 所以要审判所有人 因为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圣洁 所以要审判每一个人 就发现他脸上没有意思笑容 会发现他面上没有笑容 但很熟灵 但是很难相处 很熟灵 但是很难相处 但还有一种情况的是 另一种情况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但是没有什么两样合适人 但是跟世人不是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比世人更差 有时候比世人更差 但是信仰不过是他用来 标榜自己的一个工具 信仰只不过是他用来 标榜自己的工具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的基督徒从你到外 都是受人尊重和尊敬和感动的 有基督徒从内到外 都受人尊敬感动的 他的生活产生影响力 他的生活产生影响力 影响身边的人 影响身边的人 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光和盐 和睦和圣洁同样在他身上 和睦和圣洁同样在他的身上 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的时候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叫庞赫华 我们知道有一个牧者叫庞赫华 他在他的传记当中 有一段很特别的 在他的传记当中有一段很特别的 可以触动我们的生命 可以触动我们的生命 在1943年4月5号的时候 他在1943年4月5号的时候 庞赫华和他的妹妹和妹夫 都被盖世泰宝逮捕了 在监狱和集中营当中 庞赫华以他不屈不扰的勇气 无私的精神 以及善良之心 大大鼓舞所有接触他的人 他甚至 您这些监狱里的看守都尊重他 甚至连监狱的看守都尊重他 有的看守偷偷地将他所写的东西拿出来 交给人出版 有些看守偷偷将他写的东西 拿出去出版 有很多次看守 因为放风过后 要关上他禁狱的门 有很多次因为 这些看守要关上他监狱的门 那些看守不得不向他道歉说对不起 看守不得不向他道歉对不起 那么我们知道庞赫华是为了 何处追求圣洁的信仰 我们知道潘佛华是要追求会出信仰 而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而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 去反抗希特勒错误的想法 去反抗希特拉错误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 另一面是和睦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亲近他 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亲近他 这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 在这世代当中 在这个世代当中 不软弱 进入到世人里面 教会家庭 和睦 活出圣洁 那么第二 不要为世俗的好处 而不忠于上帝 以至于丢弃尊贵的身份 这是十五节到十七节 你告诉我们 在这一段圣经当中 作者用以少的例子来警告 不要随随便便 看待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不要随随便便 看待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这个身份是宝贵的 这个身份是宝贵的 是需要用永恒的眼光 来看这个身份的价值的 是用永恒的眼光 来看这个身份的价值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 我们与神关系当中 我们是神所爱的爱子 我们是神所爱的爱子 是他 是他所爱我们到底的明证 是他爱我们到底的明证 那么不忠呢 就会证明我们与神的关系 是不确定的 不忠就证明了 我们与神的关系不确定 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 但是这个会让我们 失去神的恩典 这个会让我们 失去神的恩典 再也得不到神的祝福 再得不到神的祝福 因为基督徒所属的上帝 是他儿子的身份 因为基督徒所属的上帝 是他儿子的身份 但这个身份是 承载着上帝独特的特权 这个身份 承载着上帝独特的特权 是祝福的特权 那么在15节到17节当中 在15节当中 圣经用几个很严重的词 来形容 警告不忠于上帝 圣经用几个很严重的词 来形容和警告 不忠于上帝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要谨慎读根 要谨慎读根 淫乱 淫乱 和贪恋 不忠于上帝表现 在为一点点短暂的好处 而出卖自己的身份 不忠于上帝 但当耶稣发现自己 掌知名分重要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机会了 他已经失去机会 因为身份 就意味着 拥有受祝福的权利 因为身份意味着 拥有祝福的权利 基督徒的身份 也意味着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保护 在永恒当中 属于他 指名的 这个特权 在永恒当中 他指名的特权 在经历各种环境当中 他的带领 也是永恒盼望当中 不失去恩典的记号 也是永恒当中 不失去恩典的记号 如果我们平时 不会以我们 拥有天国指名 如果我们平日 不以拥有天国指名 尊尊的祭司 尊贵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指名 这样身份为荣耀的话 属神指名 这个身份为荣耀的话 我们就很难 在艰难的时候 仍然以我们尊贵的身份为荣耀 仍然以我们尊贵的身份为荣耀 我们当记得 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我们当记得 我们是上帝所爱而依虑 我们以这个身份 行事和为人 我们也以这个身份 抗衡生活和生命当中 各种的洪流 亦以这个身份 抗衡生命和生活当中的洪流 同样我们也以这个身份 迈向永恒 同样我们以这个身份 迈向永恒 在这个身份当中 在这个身份当中 我们会经历上帝 不同处境当中 给我们的爱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其实信仰会经历 很多不同的阶段 信仰会经历 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挑战 从信主 到今天 去经历到上帝 是那样的真实 去经历 神爱人的真实 其实很多次 我都想 我为什么要做传道人 其实很多次 我都想 为什么我要做传道人 真的很苦的 真的很苦的 真的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特别是 从重庆到香港过后 特别是 从重庆到香港过后 要经历很多的 适应和挑战 要经历很多的 适应和挑战 语言呢 语言 曾经你知道 做了七年的传道的生活 曾经做了 七年全道的生活 那我梦想 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 我梦想 为上帝做很多事情 那你知道 去到香港的时候 去到香港的时候 我是辞职出来的 我是辞职出来的 因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没有的以后 你就会发现 人生在那个情况当中 很受挑战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生当中 受很多的挑战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然后也没有人 叫你张传道 也都没有人叫你张传道 然后你会发现 家庭也要面对 各样的挑战 你也会发现 家庭面对不同的挑战 因为我们带着孩子 两个人都要读神学 因为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 两个人都读神学 我们晚上都只有等九点半 他睡觉过后 我们都要等晚上九点半过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功课 小孩睡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功课 那么做功课基本上都是一两点 做功课做到一两点 然后我们选课 不能选我们自己喜欢的课 选课不能选我们自己喜欢的课 我们会选我们哪个时间有空 我们只能够选择 我们哪一个时间有不幸 因为要富想的带孩子 因为要带孩子 所以在那种苦当中 所以在这种苦当中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 你会发现在 香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在这个香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没有揣起的机会 没有喘息的机会 但是这是考验 让我曾经梦想 为上帝做大事的时候 这个考验是 当我在曾经梦想 为上帝做大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怎么可能 我觉得我怎么可能呢 但是回头去看上帝 带领这段经历的时候 但是回头去看上帝 带领这段经历的时候 原来才发现 才发现 不是我要为上帝做大事 不是我要为上帝做大事 我算什么呢 我算什么呢 神让我明白 神让我明白 是他在做大事 是他在做大事 只不过如果我愿意 摆上的时候 当我愿意摆上的时候 他就成就他自己的事情 他就成就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 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 身份是回到 身份是要回去 上帝所爱 认识到自己是上帝所爱 要去认识自己是上帝所爱的 在各种环境当中 在各种环境当中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引导 是我们的引导 他对我们的好处 对我们的好处 不在我们以外 不在我们的意外 所以我们当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生最大的陷阱 人生最大的限制 不是成就 不是成就 不是名声 不是名声 不是权力 而是自我否定 而是自我的否定 当你不知道自己是 谁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很麻烦 今天你会发现 世界很多的吸引我们的东西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很多影响我们的东西 我们会常常迷失在其中 我们会迷失在当中 不知道自己是谁 但是神要我们明白 我们是他所爱的 我们是他所爱的 任何的环境 他都不会躲去 任何的环境 他都不会躲去 所以他需要我们忠心 所以他需要我们忠心 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身份 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身份 那我们去看第三点 我们去看第三点 要明白我们所信的神 和他的作为 要明白我们所信的神 和他的作为 信仰生活当中的随便 或者迷失呢 信仰生活当中的随便 和迷失 那通常是我们对所信的神 没有清楚的认识 通常是因为我们对所信的神 没有清楚的认识 有时我们会停留到 自己想要的这个神的观念当中 有时我们会停留 在我们自己想要的神的观念当中 把神当我们的仆人 将神当成我们的仆人 有时我们会停留在 过往经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我们会停留 在过往经历神的过程当中 未曾向神完全地敞开 迎接圣灵在不同情况当中的带领 如果我们读整本希伯来书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读整本希伯来书 会发现 都在做新旧观念 都在作新旧观念 或者是新旧经历的一个对比 或者新旧经历的一个对比 旧约和新约 旧约与新约 要让我们明白神在新约当中 所启示出来的 要让我们明白神在新约当中 所启示的 祂的作为是不受人的经验 祂作为不受神的 不受人的经验 人的经验 和人的认识 和人的认识 所限制的 因为祂是神 所以让我们可以明白 祂带领我们是从 整个永恒来看我们今天的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 祂带领我们的 是从永恒来看今天 那么在这里 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 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告诉我们 那我们今天来到 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今天来到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这里呢 这个圣经用一个空间的语言 来表达 圣经用一个空间的语言来表达 来用两座山来表达 两个约 用两座山来表达两个约 来表达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 是在西安山 来表达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 在石安山 那能摸的山是指西安山 另外能够摸到的山 是指西安山 那这山的意象 让人可怕 这座山令人觉得可怕 因为那里的声音都很恐怖 因为那里的声音很恐怖 好像恐怖片一样 好像恐怖片一样 火焰好像闪电般划破整个暴风 然后乌云 火焰好像闪电般划破暴风的乌云 然后阴暗的景象和响声 都是像噩梦当中的景象一样 阴暗的景象和响亮的吵声 都是好像噩梦一样 对山脚下的人和牲畜 对山脚下的人和牲畜 都觉得可怕 都不想接受这样的经验 都不想接受这个经验 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一群立约的群体 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一群立约的群体 是不配靠近神的 是不配靠近神的 是没有资格可以靠近神的 是没有资格靠近神的 因为罪使他们与神隔绝 因为罪使他们与神隔绝 那么在神面前只有审判 在神面前只有审判 但是西安山却是另外一幅图画 但是石安山就是另一幅图画 是完全喜乐和兴奋的 是完全的喜乐和兴奋的 天使的聚集 天使的聚集 天上诸长子的聚集会 天上诸长子的聚会 以及那些与神在一起的人的灵魂 与神一起的人的灵魂 都一起在敬拜 都一起在敬拜 那么那个时候好像是 非常特别的节日 好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 那么这里就 要告诉我们 好像对我们说 对所有世界的人说 对世界所有的人说 来到这里 不要停留在那边 不要停留在另一边 因为这里 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没有比其他更好的地方 因为成为这里 是没有比其他更好的 这几天来到三藩市 你几天来到三藩市 我说对我来讲是来避暑的 对我来讲是来避暑的 因为香港就是太热了 因为香港很热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这里是天堂 对很多人来讲这里是天堂 那你会发现 移居到这里确实很舒服 你会发现 移居到这里很舒服 但是 这个圣经 这个圣经描写的景象 但是这个圣经描写的景象 它说 让我们移居到西安山 让我们移居到石安山 成为那里的一份子 成为那里的一份子 比三藩市会更好 比三藩市会更好 那我们在新约的山上 我们在那里找到圣洁 射罪和恩典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里 耶稣的血为我们献上的一切 已经足够了 耶稣的血为我们献上 一切已经足够 上帝让我们明白 他已经做成的救恩 他已经成就了救恩 才让我们今天有资格 在他面前敬拜 让我们今天有资格 在他面前敬拜 所以你不要觉得 说我们来敬拜 是神要我们敬拜 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们来敬拜 是神要求我们的 是我们不派去神做成 让我们有资格来敬拜 是我们不配以神造成 让我们能够有资格来敬拜 这是恩典 这是恩典 这是神所给我们 与他在一起见面的恩典 这个恩典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生命 是何等的蒙福和有价值 所以他让我们明白 我们不需要随便的 对待每一次的敬拜 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次的敬拜 所以他叫我们 不要随便地面对 每一次的敬拜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基督耶稣的血 已经做成了 让我们见到 基督耶稣的血 已经成就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 我们生活场景的各种考验 我们生活场景 各种的考验 我们是在与神的众子和天使一同 还有基督作为中宝 在中间与我们同在 我们与神 诸子与基督 在我们中间 作为中宝一同的敬拜 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不是孤单的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这是基督作成的 这是基督所成就的 那么神让我们看到另外 神也都被我们看到 他描述 在这个欢庆之后 他描述在这个场景之后 又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 整个世界云满的结束 要我们的注意力 转向这个世界圆满的结束 在第25节到29节 你告诉我们 25至29节 告诉我们 那些不能得到 那些得到 不能震动之国的人 是会存留在其中 那些已经得到 不能震动的国的人 才会存留 圣经在这里 给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圣经在这里 给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不要以随便的信仰生活 以至于不忠背去信仰生活 不要以为 随便的信仰生活 甚至不忠的背弃生活 这是会有代价的 这些是会有代价的 我们需要用 末了世界的眼光 来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需要用 末了世界的眼光 来见今日的信仰 或者我们 当用末了的神 来警示我们 今天信仰的状态 或者我们应该用 末了的神 去警示我们 今日信仰 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 是同时并存的 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 是同时并存的 但是可见的世界 我们知道我们住在 一个末世的世界 我们知道我们住在 末世的世代 这个末世的世界 让我们可以看到 随处都可以震动 这个末世的世界 被我们看到 随处都可以震动 但是我们知道 最终这个世界 都会被拿走 我们知道 最终这个世界 都会被拿走 但是那些信靠主的人 那些得着神 不能震动之国的人 那些得着神 不能震动的国的人 无论世界 怎么样的震动 都在他的保守当中 都在他的保守当中 他也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不论怎么样的震动 他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无论怎么样震动 那些不信上帝的 那些不信上帝的 拒绝上帝国的人 拒绝上帝国的 将他们生命 投资在这个世界 可见的国当中的人 将他们生命投资 在这个可见的国的人 他们不能逃避 上帝审判 他们不能够 逃避上帝的审判 这是这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的 这是这段圣经 所以上帝的话 在这里名利我们 所以上帝的话 在这里免礼我们 邀请我们 活在永恒的价值当中 要请我们 活在永恒价值当中 尝存感恩 尝存感恩 用上帝所喜悦的 用上帝所喜悦的 用秦诚 而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 敬畏的心 去侍奉上帝 建构是无效的 建构是无效的 除非我们 允许那位将来的 施禁 除非我们 允许那位将来的 事 影响我们 现在的思想和行动 影响我们 现在的思想和行动 你说如果我们 不是从永恒来 看我们今天的生活 如果我们 不用永恒 来看我们 今天的生活 你会发现 末世再可怕 你会发现 没有事很可怕 或者是世界 怎么结束 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今天我们通过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通过 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 一同免利我们 在这个世代的信徒 一同勉励 我们这个世界的信徒 不要在软弱当中 以致跌倒 不要在软弱当中 以致跌倒 不要为世界的好处 而丢去自己尊贵的身份 不要为世界的好处 而丢弃自己尊贵的身份 认识我们的神 是终结者 认识我们的神 是终结者 他也是烈火会宁见一切 他也是烈火会宁见一切 当我们得到 他不能震动的国度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 他不能震动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必看到 他自己怎么样 来赐福他的子民 我们必会见到 他怎样似福 他的子民 他坐着为王 他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